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这种形态 就是分母是一个一次多项式 一次多项式A当然不等于0 ABC都是数字 像这种形的积分 其实我们使用这个Nature Log的积分公式就可以 因此处理像这种形态 我们就令这个U让它等于这个AX加上B 然后呢把U做微分 那这个UE微分以后呢 它就剩下DU微分之后就剩下ADX 这个B是常数微分变0 然后呢你把这个A移向一下 所以DX它就是A分之1DU 它就是A分之1DU 那因此呢我们就可以使用所谓的变数变换 来处理这个形态的积分 那么怎么变换呢 就是整个这个分母啊 我们就把它换成U 整个这个分母换成U 那这个DX呢就根据呢 底下这个式子啊 下去变换 那所以这么一变换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呢 它变成U分之C 乘上呢 A分之1在DU 乘上A分之1在DU 那同学要注意呢 就是呢 这个U分母 我们就把它整个换代换成U 那这个DX呢 我们就把它代换成这个A分之1DU 就根据底下这个微分式 好 那么这样代换了之后呢 因为A跟C都是数字啊 它常数不影响积分啊 所以我们把它拿到积分号的外面去啊 那因此呢 C拿出去 A拿出去啊 里面就剩下呢 U分之1DU 那这个积分之后呢 它变成了Nature log U 这是 基本公式啊 那因此呢 我们最后一个步骤呢 再把这个Nature log U里面的U再换回来 把U换成这个AX加上B 再加上C 那因此呢 这一个 这种形态 就是分母如果是一次 那么我们基本上就是使用这个 U分之1DU这个公式啊 下去做积分啊 U分之1DU这个公式啊 它积分之后就变成Nature log U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第一个形的啊 那如果说呢 分母是一次啊 但是分子呢 是二次啊 那么我们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假分式的话呢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这样子来做啊 就是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啊 假设说呢 这个分母啊 它是3S加上4啊 那么分子呢 它是这个 2S呢 减掉3啊 假设我们碰到一个像这样的分子分母都是一次啊 这是一个假分式 那怎么做呢 我们做法可以这样子啊 就是使用呢 这个 长储法啊 你可以使用一个长储法呢 把这个假分式啊 变成了三 然后再加上一个真分式啊 好 譬如说像这样子啊 这个2S减3除以3S加4啊 那我们使用长储法的话呢 那么这边应该要上三分之二啊 那如果这边三分之二的话呢 这个3S啊 乘上这个三分之二 它就变成2S啊 那这个4呢 给它乘上三分之二以后呢 它就变成三分之八啊 它变成三分之八 所以你这样相除了之后呢 2S减2消掉了啊 负3再减三分之八啊 就变成负的三分之十七啊 负三分之十七 那所以呢 这个分式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处理成啊 它的商啊 商就是三分之二啊 然后再加上呢 这个真分式啊 也就是除4分之余式啊 除4现在是3S加4啊 那余式呢 就是负的三分之十七 负三分之十七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处理成像这个形态 那接下来呢 因为这个商呢 它是三分之二啊 可以积分啊 三分之二积分就变三分之二S 那第二项呢 这个分子呢 负这个三分之十七是 常数啊 或者说系数 不影响积分啊 我们把它拿到积分号的外面去啊 然后针对这个三S加四分之一下去做积分 针对这个下去做积分 那么 因此呢 这一题呢 积分出来 它就变成三分之二S哦 再减掉三分之十七 那么 做到这里来的时候呢 这个这个部分啊 它就回归到前面这一席呢 就是它的分子呢 是一个常数啊 那分母是AS加B的这一种形态 那我们刚才看过呢 这个积分出来之后呢 它其实呢 就是把分母啊 分母取对数啊 取自然对数 然后呢 这个前面呢 要搭配一个系数啊 A分之C哦 那么以这一题来讲的话呢 因为A是3哦 这个 C是1哦 所以它积分之后 它就变成三分之一 Nature log 3S加上4哦 最后再加一个常数C哦 最后再加一个常数C哦 这个是分母是一次的哦 然后分子呢 是一次或二次或三次 都没有关系哦 只要分母是一次的话呢 那分子呢 它是高次方 那你就使用一个常数法哦 把它处理成像这个桑哦 把它处理成像这个桑 然后呢 加上一个鱼 这个除四分之鱼式哦 除四分之鱼式 那我们把这个 这个关系式哦 再稍微复习一下哦 再稍微复习一下 我们再把这个关系式哦 稍微复习一下哦 就是 这个除四哦 被除四除以除四哦 它会等于商 然后再加上呢 除四分之鱼式哦 除四分之这个鱼式哦 那这个关系式呢 同学要稍微把它记一下哦 要稍微把它记一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